大小姐享樂 好康大放送 由女明星帶回來的 出國必頒小物 你是否也想得到呢 即日期只要在晚上11點 準時收看大小姐進化論 並上網回答粉絲 這些X的殖利問題 你就有機會成為幸運觀眾 一起跟著大小姐幸福享樂哦 有啦 這真的是命 這真的是命 好可愛 沒有讓別人喝滾啊 對啊 節目也太好看了吧 對啊 有一個節目 你喝果汁牛奶救命啊 哇塞 超市三三頻道 型男大主廚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海浩 你看 聽說 你說 你們在打大哥的時候 其實觀眾都好開心 對啊 就是看了這個過程 他現在講說 啊 小人物也有出頭天 那種感覺 對 對 是 這個都很難講 像林俊逸啊 你看現在這 他已經熬了很久 他已經直伏了20年了 林俊逸是我們高雄人 他13歲參加五燈獎嘛 然後後來呢 他就是出了一些唱片 都是小朋友的 然後你看他轉聲音之後 就沒有了 但是他這20年 其實他有在 例如我以前的唱片 他都會幫我合音嘛 那一幫我合音 我這個唱片一出 就要Pub巡迴嘛 我就帶著他 一起啦 對啊 然後他還有去演舞台劇嘛 我以前跟他一起演過 這個嗎 我以前我跟林俊逸 演舞台劇的時候 我演烏龜 他是猴子 超像啊 就是 然後吃了什麼 我真的超開心的 所以你看他那個 他在那個 魔王大道的總決賽的時候 他有很多是用 舞台劇的那個呈現方法 那所以這20年來 他沒有放棄 對 如果他有 以前人家 我们常听人家说一句话 叫做失败为成功之路 我们不知道它其中的意义 就是这种意义 就是说它失败这么多次了 它终于在最后成功 成功唱歌给大家唱 像它就是一个很正面的教材 很多童星就是前面很红嘛 后面没有 它就开始走不好的路 这是不对的 然后演艺圈还有一个也是很可怕 就是我们那个纽承哲导演 你看他的小臂的故事 到这个芒嘎 这有大概三十年 对他也没有放弃啊 所以他才能够变成一个大导演 李刚 李安导演 他有六年没有工作 我问李刚导演他说 那六年李安人不人鬼不鬼的 六年他也是 也是一样 做想做的事情 对但是他一直在酝酿嘛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人生道理 不只是对演艺圈而已 其实包括所有的人生也是一样的 那今天呢其实当然最高兴来是 刚刚大家都唱歌了 然后呢 鸿哥也为我们表演了 康哥要带来他的新歌 恭喜要发片啦 这个歌是因为 刚刚刚 所以有一首歌就是唱给儿子听的 希望他好好念书 就像鸿哥刚刚讲的 就是要多背一些东西 没念书也没关系 因为要充实自己市 要带来一个旧市 孫儿 孫儿啊 孫儿你就要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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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Kah sure 孫儿你就爱讨识 无讨真像阿爸这娘两杯 试若讨识了有九嘴 别人这语言真听你讲话 孫儿你就爱讨识 将来像我竟然是越来越多 阿爸一竟是少年级 拿着小鸟就不定会 不管做乎做乎 我不说一句话 万事你若需要我借也借来买 孫儿你就爱讨识 打拼车会有机会 阿爸的记事 你家出乎也无贼 你只能见识自己背 孫儿你只爱讨识 好感人感 超感人感 你知道尤其是前面阿 不管是康哥讲了模仿了这么多东西 然后呢 讲了这么多人生起伏的道理 然后最后送上这首歌 你就发现其实艺人 能够一直站在这个舞台上 除了有天分之外 坚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模仿可能最近是一个风潮 那风潮过去之后 到底还留下了一些什么 他还能够走多久 我真的就是看个人的努力跟修为了 但是今天真的非常高兴 有五位来这边跟我们分享 谢谢 我相信大家对于演艺圈 这条路会有更不一样的看法 谢谢大家 可爱 尔时记忆好笑又难忘 柠位时代小兽 是女人游车的时代 她水非常清澈 我们全身每个人都很有衣 一切 我是个乡下小孩 宏仁是作家最好的存统 小西真的可以蒙了 一个小时可以蒙去 孩子回家给妈妈吃 明卫球店 有人好戏 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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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